接下來的戰場拉回來立法院 佩玉瑋我們想要先請你幫我們看一下 就是說 在這個馬英九從馬習二會回來之後 國民黨包含朱立倫 就自己說要來修這個所謂的反滲透法 我們幫大家整理一下 反滲透法它大概是講一些什麼東西 當然就是為了防範境外敵對勢力 滲透干預 然後要確保國家的安全跟社會的安定 那所謂的境外敵對勢力 當然就是指跟我國交戰或是武力對峙的國家 就像是中國每天派共機共箭 跑到台灣來騷擾你這樣的政治實體或者是團體 然後呢如果違反這個所謂的反滲透法的話呢 它其實罪罰蠻重的 可以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台幣1000萬元以下的罰金 那昨天呢這個賴清德主席在中常會上 他對這件事情就非常不能忍受 他就忍不住開炮了 他說呢反滲透法是防止境外勢力惡意滲透 並沒有要去阻礙兩岸任何的交流 國民黨的主張要傷害台灣跟區域之間的穩定跟和平 請國民黨要審慎思考對國安的影響 那這邊呢是幫大家整理一下 當時反滲透法修法過的時候呢是2019年的12月31號 當時立法院是69票同意 0票反對喔 為什麼不可能沒有國民黨立委吧 因為那時候的國民黨立委呢很怕被扣上一個什麼 這個所謂的親中的紅帽子 所以很多國民黨立委其實是有出席的 但是他卻投了棄權 可是當時的背景回到現在來 國民黨竟然在這個時候想要來修這樣子的法 而且傅崑奇還要帶20個國民黨立委到中國去 你覺得國民黨現在是不是也不想演了 這個在馬習二會之後 然後國民黨提出說要重新來修這個反滲透法 大家就終於非常清楚說 到底馬英九為什麼要一直去中國 就看得很清楚了嗎 帶回來什麼了 就是我們一直在講說馬英九去中國 是不是就是要去配合中國有所相關的指示 然後配合中國回頭來再來影響台灣的國內的政 中國的這個滲透 中國的認知作戰 它需要的是什麼 就是需要我們在台灣國內本土的在地的協力人士 否則中國每天就對外的發言 你如何來直接影響我們國內的政治 那現在不只是馬英九一個人是在地協力者 連朱立倫整個國民黨堂堂大黨 竟然公然的來配合中國 要來影響國內政治 我還是要講得很清楚 這個反滲透法 為什麼當年在立法院裡面 是其實是以高度共識來通過的 即便立法院裡面不是只有國民黨 不是只有民進黨 這麼多不同的立場 就是因為他講得很清楚 你看他第二條 我們針對的是境外的敵對勢力 境外的敵對勢力 我不是說是什麼國內 每一個人我們政府都來查你 小心人人旁邊都有警總 我們是針對境外的敵對勢力 所以這一點 請問國內哪一個政黨 我相信就算是林濤 雖然是國民黨 不可能來去反對說我們台灣 對於境外的敵對勢力 當他要來滲透我們國內的時候 要來破壞我們的民主的時候 要來影響我們國內的民主實行的時候 我們政府不要有所因應嗎 我們不要有所應對嗎 不可能有任何一個政黨 台灣的政黨去反對 除非你是配合中國 來滲透台灣的嘛 對 所以呢 這個我們民進黨 當然第一時間 由賴清德主席我們準總統 要非常的清楚來表明我們的立場 因為這一題啊 不是國內的政黨之爭 國內不分顏色的政黨 大家都應該要一起 這應該是國家跟國家之間之爭 我們境外的敵對勢力 這個法律明定就是敵對勢力了 請問有哪一個政黨要去配合 你去領因外合的話 我真的真的懷疑 你們到底是不是中國派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的修法 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事情 那我也相信接下來 國民黨現在傅崑奇已經有喊話 但是大家注意喔 像這個中配這個法案 國民黨當然有喊話 但是我看到後面的動作 其實也是雷聲大雨點小 因為每一個政黨都一樣啦 就是說你要提什麼法案出來 你都要去面對社會上民意是什麼 有沒有共識 所以像黃國昌一直在講說 國會改革法案 當年民進黨也有提過 沒錯 當年民進黨也有提過 為什麼後來我們沒有繼續再推了 因為當我們提出來的時候 社會上面有很大的分歧 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沒有高度的共識 沒有共識的法案 我們立委沒有那麼大 立委不是代表你個人意志 你要去參考 你要去反應民意 所以當民意是反對 民意沒有共識的時候 我不相信有任何一個政黨 敢去強對 尤其是反送中法 對台灣來講 是多麼重要 國安是我們國家的根本 尤其台灣面對的是 這一個惡靈居中國 全世界沒有幾個國家 跟我們台灣一樣 每天要處在這樣的環境 所以反送中法對我們來講 當然很重要 你要給政府法源依據 讓政府有工具 來去保護我們的國人 林濤大家就說這個 前一陣子統神跟吳征在對槓的時候 最出名的一句話叫毛骨聳燃 現在沈柏洋說你們叫毛骨聳燃啊 燃營的燃啊 就第一個 他的時間點實在是太敏感了 剛好就在馬席二會結束之後 國民黨提出 未來要來修這個反滲透法 然後第二個是我想要問一下 就是說 傅崑奇現在要率立委去中國 那今天有個最新消息 傅崑奇昨天說 黨中央是知情的 可是李彥秀卻跳出來說 其實黨中央是不知情的 這個東西好像有一點點矛盾 基本上沈柏洋要認知作戰 要打城鎮戰 才讓人家毛骨聳 你才聳咧 你最聳真的是很驚人 竟然要讓台灣這樣短兵相接 然後做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明天也是穿精品的 不能接受聳 你又不是說你聳啊 所以我就說基本上 大家針對這種國安有疑慮或自然有慮 一定站在最前線 對不對 也不然我們的王鴻委員不會出來檢視 經濟部長過去華為的事情 這都是資安可能的破口 結果幫這個經濟部長 涉入這種華為的事情出來辯護的 還是國防部長 那到底現在怎樣國防跟資安都要兩大破口嗎 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在想到的是 針對這種對岸或是這種軍情或滲透這件事情 我們現有的法規就可以查辦了 我們全力支持的 絕對不能讓大家各種方式來進入台灣的民主 可是我必須要提一點喔 為什麼講說反滲透法是一個我覺得應該要調整的法 因為這個法呢定義模糊涵蓋過廣 而且法則很重 所以你看到過去不是有一些里長嗎 過去不是去對岸去做旅遊嗎 回來之後馬上被查 欸他不用告訴你一些實際的這種證據 他說你反政党法 我懷疑你 我先查 然後所有人被調去查 欸這個法教做事 他不用任何理由 他就是疑慮你跟這個有紅色的這種滲透理論 他直接查你 欸台灣走到21世紀的這種民主時代 過去民進黨不在講嗎 以前白色恐怖啊 怎麼可以完完全全沒有證據 就把人家扣起來呢 正在複製同樣的做法 如果民進黨在講說 共產黨的做法我們不相信 然後過去國民黨 以前在整個執政的這種流程 他不要的話 為什麼現在會反政党法出現呢 這難道不就是綠共一家親 另外一種的型態展現嗎 所以我們沒有針對大陸這種過來 我們不防堵 而是反政党法真的定義太模糊 模糊到我說真的 所有的百姓 只要他懷疑你 不管是在選舉配選舉時間 他懷疑你有跟大陸這種反滲透的 他直接查你 那他不用任何理由他查你 那民眾會不會恐怖 會恐懼 會恐懼就會影響言論自由 影響言論自由 台灣就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 但是林桃老師 大家會覺得說 你早不休晚不休 你剛講的那些東西 他也存在那麼久了 那為什麼早不休晚不休 偏偏就在所謂的 馬總統在馬習二會回來之後 提這個休 那人家就說 原來你從馬習二會帶回來 要做的事情是這件事喔 其實不是因為你看現在 國民黨剛入國會第一大黨 然後我們排審 不管是大家講說 那時候選完不是說 為什麼你這個德國之聲啊 你受訪是這樣啊 為什麼你選後之後提入陸配的法案 所有的時間點都會被講 欸夏立耶 你為什麼是選舉前三個月突然去綁路 欸夏立耶 就所有的時間點都會被故事講得很完整 然後去勾連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其實在整個 李宗謙法案談完之後 開始談到我們所謂的整個的法案的時候 其實是因為誰講了一句話 是因為賴清德準總統 他在言論自由日那一天講了一些 我們覺得毛骨悚然 感覺好像用意識形態 接下來要前置言論自由的事情 我們才會進一步的提這個反滲透法 等一下因為林濤沒有在立法院 可能比較不了解喔 因為這個反滲透法要修法 並沒有在國民黨優先法案 第一個 第二個 我說優先法案談完之後 才會輪到這個法案已經談完了 當朱立倫提出要修的時候 這個國民黨黨黨團幹事長洪孟凱 他那時候對媒體回應 他是說他還沒有聽過相關的討論 所以這一個當然是馬英九從中國回來 朱立倫黨主席下指令 要求國民黨在立法院黨團 要來去配合著這個一條龍的指示 並不是國民黨黨團自己提出來的討論 你沒有在國民黨你怎麼說 這好空開降的啊 你去問好空開降市長 你沒有在立法院 怎麼對立法院 我有說建議製作單位把 戰狼小哥哥剛剛對沈柏陽的言論 做成短影音 我在幫你上字了 你才熟 是哪個熟 俗氣的俗嘛 沒有 熟蘭的熟啦 你才熟耶 對不對 他對沈柏陽髮型有意見 沒有說毛斧熟蘭的熟好不好 對沈柴說